天晴 只有在这样狂风骤雨的天气里边 我才能停下我奔跑的角落 而须思考 也是因为我回到你身边 所以我才能喝到 味道这么纯正的咖啡 在东非的大草原上 我要是想喝一口干净的水 那简直就是奢望 我更多的时候 是考核雨水 还有河水 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 身体上的苦 并不可怕 而真正可怕的是 精神上的寂寞 你闭上眼睛跟我一起想象 在茫茫的东非大草原上 我追随着一群迁徙的牛铃 竹草而聚 而到了晚上 他们睡着了 我呢 却只能抬头仰望着北极西湖 思念你 不过每当我想到 我们还共同生活在一片星空下的时候 我又充满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你思念我干吗呀 我们都已经分手了 分手了 谁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说要去那个非洲拍什么 牛呀羊呀大千喜 然后我说你要去咱们俩就分手 结果你就去了 不是牛啊羊了的 是牛铃 牛铃 田晓 我真的太后悔了 我应该带你一起去 带你一起去感受那种 那种惊人的场面 如果你到了那儿的话 你整个人都会脱胎换骨 你还跟以前一样 易奕说起非洲啊 整个人都闪着光 但是当初我跟你一块去了非洲 那也许现在 一切都不一样了吗 现在也不我的天气 牛铃和你 是我人生当中的两个最大的梦想 而我其中的一个梦想 已经实现了 现在呢 因为另外一个梦想 召唤着我 我又回到了你的身边 田晓 跟我一起去非洲 咱们一起去 因为只有内力 才能见证咱们伟大的爱情 跟我一起去好吗 去不了了 为什么呀 我嫁人了 我嫁人了 我还比着肯定 谢谢 我的 reaches这 worden 一桑 in 你要 empathetic 一下班就精神来了 不罗罪你 放着聊 烦着了 别理我 喂 上班了吗 今天结果怎么样 我决定不辞职了 我决定不辞职 就是 辞什么职啊 咱能好好干呗 是吧 我现在有点忙 一会再给你打啊 挂了 冯总监说 这些项目资料让你看完 尽快给他一封报告 他原话是今天下班之前 冯总监说他出去见客户了 让你不用去找他 你怎么会知道 行了 我知道了 你走吧 这就开始下战书了 我原谅你了 你什么都可以说 北大的爱情面前 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并且我认为我们两个人之间 应该是有默契的 可我没想到 一个梦想的实现 换来的却是 另一个梦想的破灭 当我历经艰险 飘洋过海地 回到你身边的时候 你却减去了你的长发 成为了别人的信仰 你 命运是 是这么地折磨人 我曾经离我的幸福 只有一步之遥 可现在呢 是我不好在之 不过 你这一走一年多 雅无音讯的 我 我给你写 我写 而且我写的 不只是一封信 只不过是我 是我没有技术性而已 我也给你打过电话 有几次我把电话 都要拨通的时候 我却放弃了 因为我怕 我怕我听见你的声音以后 误一切地 飞回到你的身边 我觉得我太过儿女情长了 所以我索性 连手机都给扔了 扔了 其实只有在那个时候 我才能真正地体会到 苍阳家措的那首词的 真正的意境 层履多情 恐凡行 入山又恐 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 不负轻 大致 你这么说 我 我太难受了 不过你也别这么想好不好 这 这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虽然咱们两个做不成恋人 但起码 我还是你朋友啊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现在过得幸福吗 我幸福 好 好 幸福就好 其实你要是幸福的话 我就再也没有别的牵挂了 但是天晴我必须得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 他要是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和快乐 我会永远等着你 真的 我还要是给你 那你这次回来 打算待多久呀 我这次回来 原本想的是 永远陪在你的身边 那现在怎么办 我一下子飞机我就来了 在这座城市里面 除了你以外 我没有任何的牵挂 那你打算住哪儿啊 没事 放心吧 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随便找个什么地儿都能住啊 大不了我就支个帐篷 条件总比我在东非也好多了吧 那怎么能行呢 你都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了 再说了 你是为了找我才回来的 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没事 没事 天晴啊 真没事 天为背 地为床 抬头就能仰望星星 这是我一直追逐的生活呀 这是我想要的呀 真羡慕你有一个 这么自由的灵魂 走 上哪儿去啊 我不能让你 连个睡觉的地儿都没有 大致 好 你看我给你买了点吃的 要是晚上你饿了呀 你就吃这些啊 买这么多吃 我又不是小孩 你 你 这 怎么了 我这不是已经回到大城市了吗 我总得有点在 大城市生活的样子吧 你看看 不别扭吧 不 不别扭 挺利索的 那就好 对了 那个 我给你买了点衣服 你有空试试啊 还有这房间 你先凑合住着 等我有空了 我再出去帮你找房子 就这个房间 这 这还叫凑合住着 这个房间的条件 已经比我在东非强好多了 真的 再说了 我一个连牛铃脚步都能追得上的人 我还找不着房子吗 不用你管 我明天自己去就行了 我知道你能找着 但你现在 你不是刚回来吗 宁州这一年多 变化也挺大的 再说了 你这人一向都不会照顾自己 你别到时候又随便找个地下室凑合着 你还不想要 严谨 还是你了解我 你就知道我在住的这方面 我没有那么 但是其实地下室也没关系啊 我又不是没住过 那怎么行呢 我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 我现在知道了 就绝对不能让你委屈自己 你就听我的吧 还是你对我好 光顾我说话了 我 我还给你带回她的小礼物呢 这个 你看 大草原上的泥土 你看看这里的这棵小草 它无论生活的条件有多么恶劣 都会生生不息 这也象征着 你我之间的爱情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辛 都会历久历见 拿着 对了 还有这个 我在当地门的条件码 我跟他们说过 如果有一天 我遭遇到骨厕 死在东非那大草原上 他们就会根据这条件码里的信息 找到你的联络方式 并且帮我转达 我最后的遗言 我的人虽然死了 但是你 永远是我这一生 唯一的挚爱 对了 这只不过是我 没回来以前的想法 现在说什么 说什么都满了 现在 幸好你没事啊 那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吧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那么着急吗 对 对了 这点赶钱 你回来肯定用得着 你先拿一下 要不够的话 你再跟我说啊 拜拜 天晴 他要不够的话 说什么 你先拿一下 你再给你 我再给你 我先来 然后再给你 你再给你 我再给你 不要再给你 你再给你 我再给你 我再给你 周大海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刚才看你睡得香 你没打扰我 我先买点吃的 这样你能多睡一会儿 来 赶紧吃点吃吧 你别说 我还真有点饿了 肯德基啊 我的最爱 我刚才看你那一堆文件 干吗呀 你们公司谁让女员工过劳死啊 那些都是战书 战书 我和冯德摊牌了 他赶我走 我不走 结果就成这样了 这孙子凭什么呀 就凭他这样的人 是公司的董事长 他跟我说 我们两个人 只能有一个留在公司 不是摆明了仗势欺人吗 他还说 我如果继续留在这儿的话 会影响他的家庭和睦 说到底 他不就是怕我对他旧情复燃 死缠烂打吗 他太自以为是了 太小看我了 我郑平是这种人吗 我觉得啊 那首先我肯定是支持你这边工作 但是你说碰上这种人这种事 我觉得没必要啊 那咱们把职辞了得了 跟他费那儿劲呢 凭什么呀 我不辞 五年前他因为这个女人抛弃了我 而且到现在为止 连一句抱歉的话都没有 五年后还是因为这个女人 要我放弃 我好不容易争取而来的工作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现在不仅要留在这儿 而且还要做出点样子来给他看看 他们一家人 谁也别想欺负我 行 反正不管你做哪种决定 我都坚决支持你 从现在开始 我天天给你送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还不太重样了 咱们就在沙家帮扎下跟来 我还不信了我周大海 都不过那么个人渣 老婆 小婶 天婷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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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今天这小同学心里有事啊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没事 我猜猜啊 和家妹妹吵架了 那是 上淘宝 买衣服没有你的忙 别瞎猜啊 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好大志回来了 谁 好大志 就那个 去非洲追梦那哥们儿是吧 他从非洲回来了 找你了 他瘦了 人也憔悴了 不过他的眼睛 现在还是神人发着光 他给我讲了好多在非洲的见闻 你能想象 几十万只牛铃 周而复始在非洲草原上迁徙的景象吗 牛铃我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叫牛皮 不是 天婷 你不会让那小子吹了几句牛 给吹晕了吧 你别告诉我 你对他欲情未了 说什么呢 我这些草莓感觉了 要不然我能嫁给你吗 不高兴啊 不过他来找我 确实让我回忆起了以前我们在一块的人 他以前老给我讲他的梦想 他说要带我去佳勒比海看日出 去喜马拉雅堆雪人 还要去尼斯湖抓水怪呢 你是不了解郝达智这人 他可总来不吹牛 他对声我 佳佳晴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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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我 我才是你老公 你当着我的面 说你和另外一个男人的浪漫漫是合适吗 是你让我说的 现在你又不爱听 我 行行行行 以前你跟他什么样我不管 我只想知道 一 他会来干什么 第二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他说他是来找我的 他说他来找你 他找你 不是 不过我已经告诉他 我结婚了 然后呢 然后 没了 你还挺失望是吧 郑叶同志 我现在是很坦诚地在跟你沟通 你说话干吗那么酸呢 你别说我了 我问你 那要是你深爱的前女友 突然回来跟你说她还爱着你 甚至还愿意继续等你 那你怎么办呀 她还爱着你是吧 还等你是吗 那 你干吗你 行行行行 咱不要吵啊 咱们不要去讨论这个带有假设性的问题 不要因为一个陌生人的出现乱了阵脚 这样 你让我去会一会那个好大志 你干吗 我不干吗 你不是说你迷茫吗 我来帮你做这个决定 我来帮你做这个决定 您不能进去先生 先生您不能进去 还能不能呢 我进都进来了 怎么回事 冯总是吧 我找你聊点事 总监您看着 这位先生 我不认识你吧 你现在是不认识 一会儿你就认识 你说这来客人了 你这也不弄个咖啡啊茶什么的 这么大公司 你要不告诉我你是谁 你不告诉我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只好请保安带你出去了 叫保安没用 来了他们也不敢管我 做介绍点啊 我姓周 叫周大海 郑平的男朋友 现任呢 正是 天晴 这就是让你剪去长发的男人 不爱一言呀 你就交代在非洲大草原上啊 终身与骆驼为伴 非洲大草原上就没有骆驼 我是不是说你不知 都算是夸你啊 你 soak in with your follow-up 你想不要我 好杂志的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呢 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和天晴 也就是我老婆 之前有什么关系 感情有多深厚我不管 我只知道 她现在是我的老婆 我们已经是结了婚 领了证盖着章 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服务 请你以后离他原点 保持一定的局费 你听见了吗 天晴你也是这么想的 行了 你不用说我能看得出来 我能懂你 你叫什么那种 郑亦 郑亦是吧 好 听着郑亦 郑亦 你凭什么认为 你有资格跟我说出 刚才你说的那番话呢 你知道不知道 我跟天晴 我们两个人 就从来没分过手啊 我们只不过是 空间上的分开而已 而你呢 你却趁虚而入 你破坏了我跟天晴 我们童话一般的爱情 你不觉得你残忍吗 你知道吗 从严格意义上去讲 你 你是第三者 你明白吗 谁第三者 你是第三者 你是第三者 郑亦 你不能这么说的 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以为跟你早就分手了 你这么说对他不公平 那这么说对我公平吗 我飘洋过海地回到你身边 而你却跟我说 你嫁给了一个 一个这样的俗人 天晴 我现在后悔了 我现在后悔 我都来不及了我 天晴 我当时真应该带你一起走 你跟我说你现在过得很幸福 今天我见到这个男人以后 我才顿时地醒悟过来 你跟着这样的男人 你不可能得到幸福 天晴 跟我走 只有我 才能带你去感受真正 自由 幸福的人生 老大志 我告诉你 你要三千块 我要告你又管两家妇女 你可以去报警 你可以马上就去报警 但是我也要告诉你 正晴 监狱的天晴 只能挡住我的身体 却挡不住我的心 而对天晴也是一样的 你用一纸昏书 绑住了她的身体 你却绑不住她的灵魂 听我劝劝你 正晴 如果你真的爱天晴 你就放手了 那给她一次再选择的机会 否则的话 你对天晴的爱情就不叫爱情 只能叫做占有的 她说什么呢 她 她 她怎么能这么说话 老婆 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 她说什么呢 你自己说 我 我 天晴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能够理解你 我不愿意看到你难过的样子 但是天晴 我得劝你 你应该勇敢一点 你不应该过着像现在这样 平庸地 好大志 她老公在这儿呢 你居然敢说出这么肉麻的鬼话 我告诉你 今天我要不教训教训你 我就白活了我 正晴 你没事吧 正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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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撤到哪儿了 天晴 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等你 你干嘛呀你 走过咱们去医院了 行不行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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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咖啡也喝了 水澹也抽了 总可以跟我说说 来找我干什么来了吧 你怎么还想不明白呢 那肯定是郑平的事啊 郑平最近这工作不特顺心 说是有人老想把他赶走了 那我作为老公呢我得问问 这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觉得我是郑平的上司 你就来质问我 说我无话可说 如果说郑平觉得工作压力大承受不了 那说明他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 所以我觉得让他辞职 也准是更好的选择 知音 你还真是我的知音 咱们这算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你工什么做呀 老是在家待着我养活他 钱有的是 你说这在宁州啊 我不说排第一 前三位肯定是有我的 独差钱要什么给什么 但是没办法 你说这女孩子她 她喜欢 她喜欢呢咱也得满足人家 她是不高兴了呢 那那那那谁惹她 咱 咱也得踹谁 谁招她呢咱也得蹭谁 是吧 周大海 周大海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这番话 已经构成了威胁他人安全的 这我还这么不知道 我习惯这么说了 我这么说别人都得听着 那当然了 你要是不喜欢我说这些 那我可以找别人聊聊 我知道 这公司是你老丈人开的 那这跟他聊去 我也不跟他谈生意 就谈人生 说他这个女婿呢 跟前女友邂逅 想利用职务之变呢 逼他前女友旧情复燃 你说叫诽谤 诽谤也是可以坐牢的 我知道 我还知道你是从美国回来的 但是美国的法律 在中国它行不通 你逼着郑平就范 这就是诽谤了 郑平对你死缠烂打 就合乎逻辑 这什么狗屁道理啊 这是哪国法律规定的 我今天就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再给郑平 穿小型 你连鞋都不用穿了 不管是黑道白道 官道商道 你哪一条道都走不了 记住了 垃圾 来 吃点水果 来 吃点水果 周大海 行啊 这儿又是金表又是雪茄 整个一个上海滩小马哥帅啊 有点黑社会的意思吧 周大海 不对 你这有情况啊 说说说说说说 是不是跟林玉峰见面了 怎么样 林玉峰又漂亮 身材又好吧 我是不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了 我打住啊 我跟林玉峰就不可能 以后你别老把我们俩 往一块儿往搅了行不行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林玉峰你还看不上 你别跟我说你还想着那个 周兰芝同志啊 这个祸从口出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咱别说 别到时候我跟你翻脸啊 你别看着我姐你 不是 那这林玉峰你看不上 相亲你不去 你想怎么着啊 周大海 看着我 是不是又有新的目标了 行行行 有了有了有了 谁呀 行行 我这找着呢 我找着以后 第一时间通知你 行了吧 进来 是 这是你今天早上 让我做的投资回报分析 我仔细研究过了 这个项目的平均回报率 不到百分之二 但风险率却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我不建议 公司继续在这个项目上 浪费人力跟物力 你放下吧 我成功会看 我建议你现在就看 有什么问题 可以立刻给我指示 我有我的工作安排 我说过我会看 但至于什么时候看 不用你告诉我 你坐吧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你也知道 老板一直想开拓北方市场 所以在沈阳成立了分公司 老板很重视这一块 所以我推荐你 去担任沈阳分公司的总经理 这可是个机会啊 你要好好把握 是吗 可据我所知 沈阳的分公司 只是一个办事处而已 所有工作人员加一起 不超过三个 而且公司已经做了策略调整 办事处即将在年内关闭 谁说要关闭了 我真大的处理 对应不说 就算有一天会关闭 但我们是不是应该 占好最后一班岗了 是挑战也是机遇 如果你凭你的能力 保住了这个分公司 那么在天水的地位 你不见得就会在我这下了 你别再逗圈子了 你直接说想逼我走不就成了吗 一会儿银行 一会儿办事处的 这得费你多少脑筋啊 你累不累 我还是那句话 我哪儿都不去 我就在添水努力工作 希望能够做到退休 我还是那句话 你 既然你把话说开了 关九明告诉你 不管你怎么想 我不会让你继续留在这儿的 让你去沈阳 是给你个台阶下 迫不得已我会直接开除你 你少吓唬我 添水是有制度的 就算你是总监 你也没有权利随便开除我 我会想HR上诉的 你尽管去上诉 别忘了 你现在还在试勇气 我解雇你 不需要任何理由 卑鄙 随你怎么说吧 我知道你恨我 但我也希望你能理解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有多么不容易 我不想有任何人破坏这一切 回去告诉你男朋友 他用错方法了 我逢的不是吓他的 你男朋友 对了 咱们俩之间的事情 如果你够聪明 最好闭上你的嘴 我也查过了 你对前任上司 张辉在四处散步 说你泄露公司的机密 如果你被天水开除了 那在这一行里头 你真的还不下去了 所以说我现在是在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个有退路的机会 听我的 按我说的做 我不管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 首先我不会让你得逞 其次 我真凭奉陪到底 好 回去告诉你男朋友 她用错方法了 我逢的不是吓她的 她记得了几杯 不是 你来了 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你去找郭逢乐了 这孙子都跟你说了 有什么好笑意没有 不是 你别那么看着我呀 你跟冯乐说 你是我男朋友啊 对啊 我就告诉她啊 你已经名话有主了 她别再惦记 她就是一屁 给她放了就完了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 你捣什么乱哪 很好玩是吗 我没玩 我也没捣乱 我就告诉她 你郑平不是好欺负的 五年前的欺负完 你拍拍屁股就走了 五年后回来还想接着欺负你 没门 你说什么呢 什么五年 行行 你也别瞒着了 上次你说什么 你朋友的事我就知道 说你自己呢 管你说啊 你跟她说说她又回来了 我当时想抽的 我想如果是她 她跟你道歉了 这事就了了 如果回来还继续欺负你 没门 我必须得告诉她 你郑平是有人撑腰的 不能让她们肆无忌惮 那你也用不着 说说我男朋友啊 我这说就怎么了 好歹我是个男人 我靠自己的力气 挣钱吃饭 我不是吃软饭的 她牛什么呀牛 从美国回来怎么着 她就是从月球回来 她不也得回到地球上吗 她得回在地面上 老老是做人 我要教她的 就是做人的道理 你教得真好 她现在怕了 要把我调去沈阳 不是 孙子什么意思 狗急了跳墙呗 她逼不走我 就想办法把我调走 我要不服葱调配呢 她就有理由开出我了 这说是 是不是给你添套吗 算了算了 我这边只要一天不松口 她就没有那么快 能把我调走 我正好趁这几天 再琢磨琢磨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吧 大不了我养你呗 你养我算怎么回事啊 不是 我那意思说就是 我不是还有公司吗 你可以到我公司来当会计 反正只要有我吃了 就饿不着你 我吃的东西可贵呢 你再贵不就一口吃了吗 你放心 我买得起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吃了 谢谢你啊 大海 谢就算了 我这光给你添倒毛了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因为你是好人哪 你是好女孩 反正那天 你把你所有的秘密都跟我说了 这说明你是其实是 信任我 是把我当朋友 你一把我当朋友 我就更加把你当朋友 为朋友我就给你打产了 谢谢你啊 不过以后我的事 你还是不要管啊 这 真不敢瞎管 人家搞怪 但是不管归不管了 明儿再遇到什么事 起码你得跟我说说 好 我答应你 不过来 老公 还生气呢 你怎么还生气呢 我给你按摩按摩 行行行行行 你别上去了 要不然我给你按按腿啊 行行行你走干嘛 我一心了 张晓叶 是你自己非要去见人家的 见了面还打架 跟我来什么劲呢 你还怪我动手呢是吧 他抢我老婆 我要不打他我是男人吗 再说了 现在受伤的是我 我才是你老公好吗 明儿 我知道了知道了 我这不心疼你的吗 我看看 我跟你说啊 郝大志这个人 一看他就不是什么好鸟 什么鸟不鸟的 多难听 你至于多难 怎么不至于啊 她都把话说到那份上了 你要再搭理她 让我怎么办 她说她的 你别往心里去不住了 我是担心你往心里去 像这种假艺术家 不靠谱的我见太多了 专门骗小姑娘 你说你老大不小 你可千万不能上当梯了吗 什么叫假艺术家呀 人家好大致 真的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姜天 请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说我小心眼也好 不讲理发 好大致从现在开始 绝对绝对不能再见 她现在已经中了 咱们家的黑名单了 永世不得超声 听明白了吗 你听明白了没有 嗯 什么态度啊这是